民進黨雙北佈局遲遲未定案 目前最新的狀況 一起來關心國會大現場 各位觀眾早安 這個小時國會大現場 我們聽到立法委員賴世保 是大早安 是 晚安早安 我們今天還是要關於民進黨的雙北佈局 因為民進黨雙北佈局遲遲未定案 那現在也傳出說 副市長就是前總統 是要參選台北市 甚至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到底是陳建仁是備胎 還是陳時中是備胎 現在陳建仁好像變成一個關鍵 就是綠營在雙北佈局的一個關鍵 所以陳建仁到底會不會出展 陳建仁我想他入民進黨 他應該自己有想法 或者是巧印跟他有默契 或者民講或者暗示 那就是要2024 代表民進黨選總統 應該是佈這個局 以他當過副總統的高度 當過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 這樣的一個經歷 這麼高的一個經歷 他我認為他個人不想選 可是 可是為了蔡英文整體的布局 他要2024 用全建仁來牽制奈清德 我認為是這個樣子 那他勢必要選一下 你不要一開始就選總統 是 對不對 你這個東西什麼假亂的 還是要有些經驗 先擋過一次仗 那新北市其實我認為 他們蔡英文應該最想的布局 就是新北市 新北市打猴有魚 輸了不會難看 只要鎖住基本盤不會難看 而且以陳建仁比較溫和的個性 來講的話 他說不定有拿到一些中間選民的票 也不一定 當然要贏的侯友也是很困難 所以他等於是站在一個角度 他只要打這個宣戰 有這個經驗 他就可以打2024 那這個模式跟蔡英文的模式 一模一樣 蔡英文當初也選過新北市長 是不是 選市民有時候輸了 然後選總統贏了 他要陳建仁走這個模式 我怎麼看就這樣子 那台北市長 各方面的資料顯示 低人選還是陳時中 雖然陳時中現在很衰 看起來民調很低 但是不要忘了 我認為 有部分的黃珊珊的支持者 應該是綠營的 策略性的要支持黃珊珊 他把黃珊珊墊高 不要讓氣保效應產生 所以一定要把它拉得很高 所以這樣一來的話 陳時中就變第三了 我不認為陳時中 幾乎拿到17%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更何況他整體來講的話 雖然從去年到現在 他等於是從英雄變狗熊 但是他的 你注意看他滿力度不高 可是也並不算太差 所以他基本上 還是民進黨的第一張王牌 台北市長的第三王牌 我們再來看到陳時中 現在近日頻頻的是出席記者會 昨天也罕見出席兩場 昨天被問到說會不會參選 他是不是要退役了 他甚至沒有退役的念頭 還是說何來宣布之說 所以他現在到底要不要參選 他也成了一個關鍵 他基本上已經在跑行程了 而且他為什麼要放掉這個舞台 他現在注意看 說要放鬆也是到鬆 他已經講過 7月份要從第五類級 變成第四類級 對不對 那就是要放 要與病毒共存 現在從這個7加7改成3加4 事實上那個3加4也騙人的 其實等於是8 因為第一天算第0天 等於是8天都要待在一個地方 那不管怎麼樣 他改來改去 他要怎麼樣 要掌握整個話語權 掌握整個指揮中心的指揮權 那這個就對他很重要 所以他有一個指揮官的頭銜在那裡 他當然能夠拖多久 算多久 所以你其他 我都覺得其他都不用聽 都假的 真的 他就是要選 那現在他刻意的講 一下子鬆 一下子緊 表示他這個關位很大 表示他指揮權很大 很重要 一切要聽他的 這個事實上就是在造勢 所以已經在選舉 已經在造勢 是 鴨子滑水的林佳龍 近日都還是得不到 小英關愛的眼神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陳時中他整個布局 都已經是邁向了 往北市長的選戰之路 但是最後雙北 不管是推陳建仁 還是陳時中 好像英系都是最大的贏家 因為小英要穩固他這一盤 甚至從黨私化 到現在派系化 好像真的蠻可怕的 沒錯 原來民進黨是派系共治 現在你可以看到 殺的大刀劍骨 新北市羅智鎮退下來 他是英系的 英系的退下來 那一定是英系的上去 不可能給其他的人 不可能給蘇西的 所以來不可能的 我認為不可能 所以極可能就是陳建仁 所以整個來看的話 現在來講 台北市陳時中英系的 就是這個林志堅大英系 小英男孩是不是 所以整個就是他全部掌握 他要掌控六都的市長的提名權 就整個主導 所以蔡英文等於是 要君臨天下 還要君臨天下 但是我相信 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不可能讓他這麼的稱形如意 他的佈局 他所挑的人選 現在林志堅抄襲風暴這麼的嚴重 是不是 他提的人不優 陳時中也不優 陳時中去年之所以變成英雄 是因為台灣老百姓太善良 太配合了 今年的話他自己就失控了 就很清楚 但人力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再怎麼樣關愛衍生 蔡英文的能量 依住不到他那裡 謝謝委員 謝謝 感謝 好 首先現在聊到有關 民進黨的雙北佈局 因為現在還沒有定案說 到底是陳建仁還是陳時中 不過不管是陳建仁還是陳時中出戰 英系這一盤是要保住了 剛才立委大使堡就有講到說 現在蔡英文為了要推派陳建仁 是為了2024的佈局 甚至他認為說以陳建仁的這個高度是非常適合的 當初他是怎麼打壓副總統賴清德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英系的本盤 從黨私化到現在的派系化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所以現在民進黨的佈局 我們辭職的未定案 但是可以看出來 陳州已經在準備選台北市了 去陳建仁也成了北市跟新北市的選戰之中的關鍵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買這個污化器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